其实她也比较讨厌毒药 她每次都搬剧风 对 飓风毒药和弩 其实三选一 应该是她的一个核心思路 对的 可思米去是直接把桶给办了 对 研究 这边眼神杀气非常重 是的 我看到这次比赛的话 好像法术类 要么办龙卷风 要么就是办火球 火球 对 因为是用三枪跟猪筒的人比较多 是 所以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半选 好 我们看到这边的话 还是不出我们所料 日本选手可思米去也是扳掉了桶 对的 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好的 双方选手已经准备完毕 让马上进入双方的第一场大战 好 第一场比赛一开始 水水加油 哇 双方的第一场较量 那到底在没有桶的情况之下 这边水水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套路 踩集器先下 好 这样的话 有可能是水水昨天用的踩集器三枪 加上刺客矿弓那一套 对 一般的话 水水其实我看它比较多的 就是三枪 它还有一个蹦迪 一个套路 对的 看它会不会用出来 那这个的话 应该是一个三枪嘛 好 苍蝇 那应该是一个 应该就是三枪 矿弓过去了 哇 这一套也是比较 比较新颖啊 是的 这一套昨天它用的非常的多 对 是 直接一个位格 推了矿弓 但是这些小东西打出了很多伤害 其实这一波卡顺密是非常大的一个事物 它用火球去解掉了一个采集器 加上塔并没有去管这个汤引入土 很伤 是的 其实要看自动点啦 如果它把这个采集器解掉 很可能形成就是它这边三枪下不了 对的 水水的三枪下不了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因为它很讨厌它这个 因为采集器斩废了以后 它的三枪就会很舒服地放出来 是的 它的三枪去接一些后排部队 很快地去解体的进攻部队 很有可能又打一波反攻 对 好 那这边一个双胖的一个组合 好 打过去那这边火球赶紧跟上 火球接上了 有点小失误啊 也要可惜 虽然胖能打两下 但是 能接受 没有解掉 因为是苍蝇 对 这火球有点小失误嘛 是 没关系 应该也是摸不到 对的 看看它选择是卖学还是 应该是卖学了 应该卖了 对 把这个费用先散起来 因为地方是有采集器 应该下一波三枪就来了 三枪可以备攻城锤 三枪来了 但是攻城锤怎么下 两侧的血量都很低 你这个很容易被偷啊 是的 小垫垫一下 但是看一下这个前排 对 必须跟那个单个的 但是这样的话 其实还是效果还是不错嘛 我们看一下 这边就找不出了 这个科布林是 但备用上就会越来越亏啊 对 而且它有一个苍蝇可以出场 对 然后矿工再跟上 水选还有一个是什么法术 其实那个要不就是滚木 要不就可能是小闪吧 它其实 哇 它就一带亏被结场啊 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采集器嘛 所以现在直接三枪 也不给你废话了 对的 三枪出来 这边的话就 日本拳手一直在防守 它这个胖子推进就打不出来 它其实防守的话 就永永远是在这种烈士状态了 对的 完全没有进攻的机会 对 而且它这一波的话 哥布林并没有处理掉 后面的一个那个火枪手 对 好 火球交上 那这边矿工不停消耗就可以 是 那掐这边的话没办法 它最好是用龙去解苍蝇 用小哥布林去抓矿工 这应该它一个很好的防守手段 是的 它现在已经完全被打乱了 对 现在没有办法进攻 现在只能就被三枪不停牵制 这波吸引得非常不错 对 这个哥勒必 火球 这边不火球了 它想一杯矿工会来 挡住 放过来了 那这边的话能不挡住 挡不住了 没机会 没机会 水水最后一张牌 我觉得应该有可能是一个斩杀爬出 但是它没有用 对 因为就是小店和滚木嘛 对的 它应该是个小店 第一个 Kashimichi的卡续上 其实是如加巴所说 应该用龙去解一个苍蝇火球 去带一下它这边的一个三枪 但是其实很难防住 它因为有一个那个矿工 很容易就能够吸引到对方的消耗 对 它只能用女巫或者哥布林去挡它的矿工 前期没事卖一点 没关系 到后面的话是卖不得的 对 关键这个采集器也没有办法去限制对方 对 所以它这套卡总一算是比较被克制 所以说打这种对方的采集器的情况之下 去打这种一锅流 其实非常危险 那Kashimichi这位选手 下一把可能他也会带采集器 因为他现在不去针对采集器嘛 他必须得用 可能这些会带个导弹啊 或者是自己去打那种带采集器的推进球 他可能会打这种套路 是的 而且他也是比较擅长这种套路 看看他下回合如何去选择吧 不过这场比赛日本选手是出现了一点点小的失误啊 就感觉他后面一直是在疲于应付 对 他没办法 这个卡是没办法进攻了 对的 他这次感觉还是感觉到他紧张 不仅仅是这个 还有操作上有一些失误呢 好 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场 好 水水还是采集器开门 这个应该是 还是跟刚才一样的掉落 这边一个小场 哥布林多统一到 对 也是顺便过一下牌嘛 但还是解不掉他的 解不掉采集器 就很难很难获胜 哎呀 而且这边送掉了 这边好像是送掉了一个女巫 好 应该还是 好 这边带着黄毛 很少见带黄毛 他这边也是有一个球变 对 他这波黄毛很不错 看一下这边怎么去挡 用哥伦宾人去吸收一下伤害 所以这边也不选择去拉 直接选择直接一波 但是这边换了个毒药 那好像现在的话就 稍微好 会好很多 对 日文先生这边调整得非常的快 对 但这边结场的话 依旧是一个亏费的一个状态 刚刚是交了一个毒药 去解这个苍蝇 其实我觉得还好 因为他在金威 那个随时帮采集器嘛 他这边也带采集器了 对 那应该是不是一个 很强势的一个 但是他这波怎么进攻呢 看后面两张卡吧 因为他的女巫 女巫和一个黄毛 都是用来结场的 哇 这个小闪非常不错 而且肯定温戏这位选手 他喜欢带小闪 对 他不喜欢带滚木 那这样的话就 对小胳膊帘作用很小 好 这边 直接过来挖采集器 那这边的雪崩了 好 主要是石头人 那这边石头人过去以后 随随这边要三枪防吗 还剩苍蝇防 看看他这个 苍蝇应该是 苍蝇是很难防的作者 这个主要是美法防 只能用三枪啊 三枪防 后面防放三枪 然后前面放苍蝇 看看他毒了 我觉得很有可能先防 直接毒了 那苍蝇直接前世 直接苍蝇前世啊 好 直接进攻 这边也是非常多 知道他没有 但是他费用还是不少 我觉得他可能觉得 这些地方没费用了吧 这边你敢定用苍蝇解 但是石头人已经进塔了 是的 这波反了 他亚苍蝇被抱到两只很伤 这波左边进攻的话 可以 不能让后面能进 可以让矿工去打 不能让后面 哥布林 哇 这哥布林进来了 这波伤害是很可观的 哥布林疯狂输出 对 这可能会成为 他后面的一个补笔 是的 看一下 要疯狂腿 去牵引 这一波的话 分黄毛也是不做选择 但是 我们这边有大哥 带着小弟往前冲 加上一个矿工 没抓住 好的 属我其行 好的 那这波反扑看看 石头人还有机会下 直接前置 那这一波 一定要拿下这个塔 是的 看一下 对方毒药已经刷出来了 但是 水水没办法 左路给压力 让他对方没法放 水水很危险 我觉得水水这一把 很难打 他必须 那来不及了应该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水水这把太可惜了 是的 主要是这个黄毛立功了 就黄毛确实对水水 这一套克制还是比较大 因为他就算他火枪过来 他可以黄毛直接下到火枪脸上 效果不错 直接把工程球业跟火枪 都可以说是完全克制住了 对 他这边的话 第一个工程球业被解了 第二个火枪是没有机会 能够再上来 因为他不停地要去解石头人 那个怪 去算对方的那个毒药的时间 这石头人可以说 完全拖住了水水的一个进攻节奏 就水水根本没有时间 去打一个进攻 他一直是很多输出 会浪费在石头人身上 而且石头人到塔前 强行爆掉你 我们看他还爆掉你小苍蝇 对 我感觉水水下一盘 可能会是大皮卡了 其实水水刚才选择 可能我们选择是选择用苍蝇防守了 他选择另外一个去进攻 对 那可能他想得比较远吧 我觉得 是 小苍蝇防可能会让石头人会爆不到 对 这刚才是这种情况 但是他选择进攻的话 可能觉得自己基本上 肯定防不住了 因为这样的套路 自己挡不住 是的 所以选择换路 但是可能没有换好 从另外一个思路上来讲 水水应该是这样考虑 他知道在时间上面会非常紧迫 所以说他想在利用自己塔 血量还算健康的情况下 抢先从左路用攻城锤进攻 但是被counter 对 对方的石头人因为越拖到后期 他应该是越扛不住的 而且怎么说呢 其实也刚才有机会 因为那个哥布林已经消耗了很多 很多他的一个塔的血量 本来是满血消耗了那么多 是的 也是可能没有抓住 我觉得他当时应该是 更改一下自己的一个进攻手段 我觉得还是要用那个矿工 加上一个小飞单位的一个组合 而不是再继续用攻城锤 明知攻城锤被counter的一个情况之下 是亏费的 一直是在亏费的攻城锤 是 亏费的进攻非常难受 但是他不用攻城锤 其实也不好打 我们去看一下第三句 好 直接天狗 不跟你讲道理 这边也是直接下采气 那水水是不是还是那套三枪 这个就 这个就我觉得会很尴尬 好 还是攻城锤 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看这边吹剑 有个小闪 闪一下 不闪 直接卖血 可以 这边卖血卖得有点伤啊 是的 那看起来这边 剑鱼解掉 那随随这么拿什么去挡 那没有了苍蝇以后 这边的龙会不会吸收到他 伤害 吸收到了 那这边的一个 还好有哥布林和 哥伦斌人 他又是有哥伦斌人 去吸收伤害 但是伤害还是好高 这个他吃的 这一波吃的真的是 进攻很成功 你要这样想 他手上有个采集器 但是双方换塔的血量 其实都有换 就 完了 气球 这只有大苍蝇能挡 这气球算是送掉了 这剑鱼其实也就不要交嘴 好 然后扭挡一下 让他全炸死 但是这个失误了 好的 那这波苍蝇进塔 Nice 直接拆扩塔了 漂亮 这气球送的有点 这个气球送的 他没有手上没有剑鱼 他敢这么扔气球 其实是一个很送的状态 对 而且自己右路塔学 也没有多少了 凝乱了他一定 这个有点失智 不过时间还有 失了 确实是他手上没有剑鱼的费用 没有剑鱼之后 是一定不能交那个传续的 对 好的 那这边攻击随进攻 那随时也不能大意嘛 这边还是 还是比较克制的 这个什么墓碑什么的 比较克制 那看看要不要 一分钟现在 这边有机会直威 就是一分钟之后 是 一波直接狗球 他还是下右手 剑鱼他就得预判 对 还能打到 那这样的话 随时没有什么 很好的办法去防这波气球 这个气球能砸两下三下 可能要过打了 没关系 跟他换路 真的吗 狗球后期还是很强的 换路不是问题 在这边带的是导弹 天呐 他导弹一跤 水水还这波机会 这个枪 幸好没有分到一路 那看起来 这一波的话 水水和日本选手 都是一波的机会了 他这个两个卡 但我觉得 水水好危险啊 但是他这波没有剑鱼 剑鱼交了的话 这个时候龙的一波防守 龙的没事 火枪吃掉 那这一波一定要拆掉它 一定要拆掉它 好的 这本应会拆掉 看一下怎么去牵引这个狗了 那要不中置 好的 漂亮这个 漂亮的火枪 漂亮 那这边球也没有用啊 不要吃了 球没有用 我们还有 我们还有操音 我们还有操音 不要着急 他有导弹 这个塔肯定是要破掉的 所以说三星是关键 是 他动了导弹 没办法防守 水水这个非常极致 他知道你要 哇 nice 漂亮 他等于是 长过你用导弹斩杀 我就直接打你三星 是的 非常冷静 漂亮 这个是计算的 非常的精确 非常精确 这一场 我觉得大苍蝇 立了很多的功 这个这把大苍蝇 就没有 是对方气球立功了 是的 气球 他的那个 我有两个对空的 一个苍蝇 一个三枪 关键是三枪 还能反场 三枪就不能那么扔 因为打的时候 他很容易就吃了 其他的技能 所以只能用苍蝇去防守 但是他用气球 送了费用 没有剑语 让他这个气球 白白去浪费掉了 是的 而且他后来又用女巫 想拖延住苍蝇 然后炸死他 也没有炸成 这一波失误 很难得 看见日本选手 居然是连续出现失误 对 连续失误 而且他的失误 还是蛮大的 我觉得 他在没有采集器的情况之下 去下了一个 自己的一个进攻手段 明知道是会被白解的 去把气球的费用 送掉之后的话 很难抵挡对方的下一波 你要 他的两个法术 其实非常精髓 一个火箭 一个剑语 都是完美 counter住苍蝇 加上一个三枪 包括这个采集器的一个组合 但是就是因为 自己卡续上 出现了一些失误 其实插救卡 是可以 没问题的打的 对 是完美的 完美的去解 我这边的两个进攻的 那这本 Kesimichi还是上来 那这边轮到 水水卡区不好了 是的 现在水水千万不能大意 因为Kesimichi的 心态非常的好 不是 这边看错了直接 因为是水水这边的话 直接一波看到 对 看到那个采集器了 已经打一波进攻 但是这波没打下来 亏了很多费用 是的 那水水现在 虽然Kesimichi卖了塔雪 但是他把费用器打下来了 还要进攻 保住皮卡 这个我觉得 这个不太明智 有点 是有点 放实了这个 有点不太明智这个 这个太不明智了 很亏 送了一个刺客 刺客 哇 这个刺客是非常关键的 其实他是赚费的 刚才赚了很多很多费用 是 一开始是赚费的 结果现在既没赚到费 还亏了塔雪 就会没赚那么多嘛 还是在赚 因为BG有凯击器 对 还是在赚 好 这边直接 好 随时好像设备 好像没什么问题了 直接三枪皮卡 三枪就是一套他自己的套路 刺客截掉牛窝 好 毒药漂亮 毒药漂亮这个 随时没有输 那对啊 这 前面跟一个刺客 或者什么其他的烂丁八道的东西 就很难挡了 对 虽然有墓碑 但是火枪清起来很快 拿这个弹一下 看下图勒兵人挡一下 把兵人解掉 好 火枪还是比较健康状态 看一下 女巫 女巫强解 我的天哪 这个费用送了很多 没办法 没办法 这拨三枪吃了好多 吃了个毒药 吃了女巫 吃了矿 冰人 对 毛铐 还有一个墓碑 这把费用都要来结场 但水水现在冷静了一下 还是要从头开始 因为他卡血量 还有一定优势 直接采集器我再打一波 但是这波其实 就没什么太大的效果 女巫就守掉了 思飞换思飞 我还能反打 他这边应该是 不会跟 还要跟 这边压退 你使手压迫 没电死女巫 这下就惨了 这下你只能用冰人去扛 冰人扛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女巫还不死 哎呦 这个女巫无敌了 我的天 是的 三枪一来 这毒药也交了也没有用 他对手治疗 对手治疗 我只能卖路了 这边皮卡一挡 天呐 一刀一个小朋友 这已经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玩了 一个地狱龙能解掉皮卡 但是右路怎么办 毒药没有用 毒药没有任何的用 好治疗走起 好治疗 幸好这个副碑 但是 左边 幸好他左边被送碑了 对了 毒药 但是还是会被塔破掉 实在是 很可惜 没办法 没办法 这个 对 又拿皮卡西 哦呦 水水没有什么特别强的斩杀牌 就算你得冲到了 还得 打到好多下 那这样的话 时间不够了 很可惜 那水水算是这套是被抓住了 是的 哇 他这边也是非常的开心 是 对 代表着国家荣耀的日本选手 对 现在 BO5 可能BO3水水水很大优势 但BO5的情况下 水水的一些 劣势 卡池不深的一个 劣势就出来了 对 因为他只能 他日本选手可能发现 他只能用这一套 对 因为打了 已经打了好几局了 这个其实就要抓中 对方的一个卡牌套路了 现在 不知道名胜给水水的那一套 他敢不敢 因为确实一个新的卡牌 他没有怎么练过 上手度 不敢 对 不敢去随便用的 对 而且那个卡里 可能还会有桶 可能会半掉了 这个的话就 现在水水水 现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怎么说 危机 已经不是危机了 这个 他的卡组 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 对他来说 这是很难 很难去取胜的 是的 看看他最后一把用什么 对方这边的话还加了一手治疗 天哪 他这边采集器 其实我觉得水水的在这个法术上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更改 但其实也不好更改 但其实也不好更改 因为对方全是这种大怪 你火球 有火球 对吧 有火球 他其实可以带火球小闪的 为什么要选择带毒药呢 对方的成长性能起来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 你就学学的 是 就毒药就被 这个 如果带了火球的话 可能这个治疗三枪就没什么用 对 基本上没什么用 其实他刚才最难解的 还是这个治疗三枪 对 是阿兔所以 你毒药 你焦不焦都很难受 是的 火不焦没办法 好 两个人都是采集器 都是害怕对方有什么矿工 什么导弹的 都是放在光塔前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打法 好 两个人都是一个载微状态 但是水水好像还是有工程水 跟第一套一样 哇 被标注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后面有小弟 这一波呢 真的没关系吗 我觉得这一波关系 其实这个 黄毛一出 我觉得水水 其实已经心理上 已经咯噔一下了 石头人 他这边应该还是三枪 和那个他的苍蝇 对 没办法 这边火球或者 这边 拿铁苍蝇打 但这样的话 其实效果一般 还是会被消耗一下 我才不错了已经 那个时候 我觉得刚刚那 就可以不用挖那个采集线 这怎么挡 这怎么挡 毒药 这没 其实 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有希望 我们看到这边的话 火枪也是被 毒药完美地吃掉了之后 这个石头人超能耗 对 全吃 他这边 这边前说也非常的冷静 不跟任何的单位 也知道这波消耗 其实已经很转很转 转了 非常转 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时候 融光承锤的 如果就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之下的话 应该趁机 哦 这是捣不住的 没有任何的办法 去挡住这波黄毛 笑一下 我还以为是卡住了 撞上去 想重一波 这不行了 左边有非常大的 好 漂亮 这波消耗不打了漂亮 有非常大的机会了 有非常大的机会了 还是撞到了很关键 对 撞到很关键 刚才用了个冰人吸引的黄毛 而且他用 还有小闪 他用矿工去 挖他踩机器 这是很好的一个 对 好 那这样还翻过来 看看日本选手这波有没有机会 因为这一波破掉的话 但是现在有一个 一个费用上的优势 他有两个踩机器 对 这是很好的 三枪 三枪分开走 三枪 这是一个三星的 可能会出现一个三星的情况 如果日本选手不防的话 你不防的话真的是三星 好 这时候就要发展出 随随随敢打敢拼的特色 随随 加油 日本选手不敢交组要 现在没有 因为费用上 好好组要交了 但是十多人已经没多少绝了 十多人几个机会 哎呦 你现在好漂亮 随随挡住了 还23秒时间可能不够了 哎 漂亮 他这一波竟然用来防守 白白的亏了一个铁甲苍蝇 那无论如何只要三枪 三枪直接提连 三枪立功 三枪立功 三枪立功了 三枪立功了 他所有的注意力都被什么矿工啊 什么兵人全部吸住了 因为他可能想用女巫去解 他女巫一定要解他左边那一波部队 对 他没有解 他因为矿工吸引住了 非常漂亮 没有关系 今天Cashomish 他的表现也非常出色 Cashomish 你很棒 对的 Cashomish Good job Good game Good game Good game Cashomish fighting fighting 我觉得这名选手 在未来的亚洲杯里面 也会有很好的 非常好的表现 一定会成为 所有的选手的一个竞敌 是的 也是 谢谢